哈囉我是阿滴 今天要教你一個 讓英文聽起來活潑又自然的小訣竅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訣竅 對我而言有特別的意義 簡單來說今天的主題就是 阿滴英文這個頻道有史以來 第一部影片的主題 也就是填補詞 fillers 這邊先拜託大家不要去看那支影片 對 就是真的做得很爛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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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母語人士在講英文的時候 也不會像是教科書那樣子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像這樣子講 他們還是會有自然的停頓阿 思考的時間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的重點呢 就是要教你如何在講英文的時候 使用填補詞 讓你整體而言聽起來更自然 上一次我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只有把這些填補詞列出來 並沒有教大家要怎麼樣在句子裡面使用它 所以很多人看了之後回應是說 欸 我雖然知道有這麼多填補詞 但是我還是不會用阿 所以我系統化的整理了這些填補詞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英文裡面的七種填補詞 以及它們該怎麼使用吧 第一個最基本的就是 的發語詞 那中文的話我們可能會 所以還蠻自然的 這個在句子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停頓時的發語詞 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不過在美國有一個研究報導顯示 男生比較常用 然後女生就比較常用 嗯 like 接下來這個是我個人覺得 美國人最常說的填補詞 不管在什麼時候 在句子的哪裡都可能會聽到 它的中文翻譯起來應該是 就是 不過實際上應該 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like 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位置 我們用這個例句來看看 I was invited to America last month like I was invited to America last month I was like invited to America last month I was like invited to America last month I was invited to like America last month I was invited to America like last month 所以like到處都可以放 隨便你塞 實用性第一名 那再來另外一個可以到處亂塞的filler 就是 you know 這個其實是 you know 你知道 但是作為填補詞 它也是任何意義都沒有 那我們通常會唸得比較快 所以 you know 後來會變成是 you know 我們用以下這個例句來看看 I was there to attend Google I.O. you know I was there to attend Google I.O. I was you know there to attend Google I.O. I was you know I was there to attend you know Google I.O. 所以說 當你不知道該講什麼的時候 you know 就是講you know就可以了 sorta kind of 接下來這個填補詞 其實有一點點不合格 因為他們帶有一些意思 sorta 是sort off的說詞 那kind of 則是kind of 就是有一點猶豫 有一點遲疑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不能無條件在句子任何地方亂塞 我們用這個例句來做示範 but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had no internet but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kinda had no internet but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sorta had no internet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 沒有那麼嚴重的感覺了 它就是減輕了那個程度 所以說這個填補詞 通常會放在一個動詞前面去減弱它的強度 如果我對滴妹講說 I need money 就太直接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改成是 I kinda need money 所以這時候 我還是不會給你錢啊 在笑什麼 OK so 這個是我個人在講英文的時候 最常會使用到的填補詞 它就是有一種強而有力的開頭的感覺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例句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好用的句子開頭 可以用來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用的開頭就是 Well 這個比起OK so的話 就沒有那麼確定的感覺 有一點吊鑼鐺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例句 What's the best way to get internet in America? Well What's the best way to get internet in America? 所以感覺得出來 它有一點像是在思考 或者甚至有一點無奈的感覺 那這兩個的話記得 都只能用在一個句子的最前面喔 or something 最後的這一個則是只能放在句尾 什麼什麼or something 那這個跟前面六個都不一樣 因為它放在最後面 所以它就沒有那種 也因為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先講這個 來爭取時間的這個功能 不過講這個填補詞 還是可以幫助你的語氣比較自然一點 那我們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句 等等 等等 今天的例句 好像在說一個故事 I was invited to America last month I was there to attend Google IEL But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had to wait until I was near free Wi-Fi What's the best way to get internet Maybe I can get a prepaid SIM card Maybe I can get a prepaid SIM card 在美國就能享受高速網路的方式 當然就是台灣打推打4G美國賣油通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灌影片等一下 真的這個服務 我真的認真覺得好用 大家聽一下 我之前去美國的時候啊 就是因為沒有網路 所以一定要等到有免費Wi-Fi的地方 才能夠上網通訊啊 PO東西啊 就是很不方便 但是呢 在美國當地的那些預付卡啊 網路SIM卡 又超貴的 就是買不下手 那今天跟大家推薦的這個 台哥大預付卡呢 最低每一天 只要67塊錢 就可以4G網路吃到飽 這個比美國當地的價錢便宜將近一倍 而且還可以把熱點分享到 筆電或者是平板 都是吃到飽 超划算 這個方案好像除了美國之外 韓國跟日本也都可以用 所以最近有要出國的小弟們 可以參考看看喔 好的 那廣告的部分 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還是有學到 如何用這個填補詞的小訣竅 讓你的英文變得更活潑自然 要把業配跟知識型內容集合起來 真的是很困難 那今天做這支影片呢 其實也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可以重新的回到 三年前頻道第一支影片的主題 然後再更好的包裝 去呈現給大家 每個禮拜一四晚上九點都會有新影片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則教學喔 And that's a wrap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